武装组织哈马斯10月7日一早开始 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 并已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至少5000枚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部9日表示 已指示以军全面封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动员了创纪录的30万名预备异军人 并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威胁人质生命的情况下 空袭了哈马斯控制的地带 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医疗机构最新消息 冲突已造成1300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700多名以色列平民和军人 5000多人受伤 至少有100人被武装分子绑架 哈马斯9日晚间突然宣布 每一次新的空袭都将处决一名俘虏 以报复以色列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 对民防进行新的轰炸 另一方面 一名八方消息人士透露 卡塔尔谈判人员与哈马斯官员举行了紧急电话磋商 力劝哈马斯释放在本轮巴以冲突中 遭哈马斯绑架并押运至加沙地带的 以色列妇女和儿童 作为交换 以色列也将释放目前被关押在 以色列监狱中的36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9日会见到访的 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领的代表团 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 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舒默表示 此行的首要目的是争取中国 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此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舒默时对参议院代表团表示 他希望代表团此次访问有助于美方更准确 更客观看待中国以及更理性的广控分歧 令中美中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轨道 舒默还告诉王毅追究那些供应致命化学品 助长美国芬泰尼危机的中国公司的责任 是此行的另一个目标 同时还要确保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针对乌克兰的不道德战争 近几个月来 美国和中国高层之间的沟通有所增加 目前 两国政府正试图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 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近日发布公告 提醒广大民众小心幽灵骇客 Phantom Hacker骗局 这是最新的一种假冒技术人员 美国政府人员 骗取银行存款的骗局 FBI表示 这种骗局套路从以往的技术支持类骗局演变而来 过程更加复杂 骗子通过假装技术支持人员 银行职员以及政府官员 分三步套取民众信任 并能查出受害人存款最多的银行 退休金以及投资账户将钱骗走 今年1月至6月间 美国境内有超近2万起类似诈骗的举报 预计受害人共损失高达5亿4200万元 超过一半的受害人为60岁以上人士 10月9日 谷歌云发布了面向医疗保健领域的人工智能搜索功能 Vertex AI Search 称可以帮助医护人员从不同类型的医疗记录中 快速提取准确的临床信息 云AI产品管理高级总监Lisa O'Malley表示 如果一位医生想了解患者的病史 他们可能不再需要阅读病例 传真和电子健康记录 他们只需要搜索诸如这名患者 在过去12个月里服用了哪些药物之类的问题 此外 谷歌云的搜索功能还可以用于其他关键应用 比如提供正确的账单代码 确定患者是否符合参加临床试验的标准等 他提到搜索功能还能提供信息的原始来源 以减轻人们对AI技术不信任的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